大家好 我是阿彭 现在早上还没有太阳的时候 去种几棵树 种在养鸡那里 以后等那树叶长出来了 以后那个鸡就没有那么热了 给它在树脚下面呈凉 生鸡蛋或者是跑动了 它就凉快一点 先去把它种好些 看能不能种活 这样子种点树 如果长出树苗来的话 又可以有果子吃 所以我都多种几棵 多种几棵 这些小鸡蛋 就去找虫子吃 找虫子吃 找虫子吃 它就出来吃点青草 再找点虫子吃就饱了 那几个鸡就在找牙虫吃 找牙虫 所以这些鸡 它就跑出来玩 跑出来玩 它跑动了鸡 它就生命力强一点 它有些它就可以找虫子找牙虫 小鸡也是这样子 它就大得快 就大得快一点 以后拿这个桶 还要给果树 冷一点水 不也太干了 它活不了 还搞了几个鸡窝 这些就要看这些小母鸡 在这里生蛋 搞了几个鸡窝 有时一天有三四十个鸡 三四十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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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会多一点 这里也搞了一个 就看它这不正常生 有时它倒去乱生 生起全部都是 这里结一个那里结一个的 有时搞得很脏 很多鸡死 这些小鸡就在这里晒一点太阳 晒一点太阳 那个鸡肯定想生蛋了 躲到那里面去了 就躲在那里了 等一下肯定就会生鸡蛋了 再给这个小树 浇一点水 太阳到 还要拿这个沙粑干去晒一下 它晒太阳的话 就没那么容易回潮 太阳大的时候我都需要去晒